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 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力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发展 请看李卫华先生的每日社评 拉斯维加斯名记者遇刺身亡 拉斯维加斯纪事报著名的社会新闻记者 捷门上周六在其家中被人刺杀身亡 警方表示捷门是在上周五晚上 和人发生争吵后被刺杀 他们已经有些线索 市长古门在案发后表示非常震惊 他对于令人发指之行为 并誓言一定要找到凶手 捷门是拉斯维加斯纪事报 专门报道社会新闻 尤其是黑社会事件 他已经在该报服务了20多年 他对于当地黑社会头目 及赌场情况非常了解 并和他们结下仇恨 他曾经详细报道过 拉斯维加斯曼德里赌场之大屠杀事件 捷门之被刺杀反映了赌城社会严重之问题 许多犯罪集团非常厌恶记者之报道 事实上这些集团构结不法分子为非作歹 目前经济情况普遍不佳 赌城情况大不如前 全国各地不孝之徒都会来到赌城谋生 因而造成社会动荡不安 捷门命案仍然在侦办之中 我们希望警方全力侦办 早日抓到凶手 绳之以法 我们也要再次向捷门家属表示 由衷之悼念 他在新闻事业之岗位上鞠躬尽瘁 绳之岗位